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都想和她说上两句话 一次费玉清去日本参加一档节目 遇见了日本演员安静千惠 她是费玉清的一位日本歌迷 对她更是痴迷到了疯狂的地步 一次费玉清在日本演出一首歌唱完 安静千惠就给她送上999朵红艳艳香喷喷的代表爱情的玫瑰花 接着她又编细法似的掏出费玉清每场演唱会的门票 看着那喝口一碟门票和眼前的玫瑰花 还有这个清纯美丽的女孩 费玉清接受了她的追求 爱真的无需多说什么 行动代表了一切 让人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紧紧相拥 此后费玉清大胆宣布 安静千惠就是我的真正女友 据说那天女死分门哭成一片 哥哥后悔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费玉清的爱 别看费玉清在人们面前多么风光 其实她童年很不幸 不负责任的父母早年离婚 是她姐姐把她和哥哥拉扯大的老人场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姐姐不但能干 而且长得漂亮性感 所以为了能赚些钱扶持两个弟弟 她走上了眼日的道路 恒乖姐姐在演艺圈打下了一片天地 无论走到哪里 人山人海 每一场演唱会 作物学习 后来姐姐又去了日本发展 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对方希望她留在日本 嫁给她生儿育女 然后为了两兄弟的事业发展 姐姐依然放弃了幸福 回到台湾 大力支持两兄弟 在她推动下 大弟张飞和小弟费玉清 先后进入了娱乐圈 张飞从小性格开朗 嘴巴像小鸟一样 叽叽喳喳 从未听过 每次下课 同学们都囊在她身边 听到许多八卦 说得津津有味 因此 后来张飞 利用自己的才华 向主持人发展 成为台湾界主持人一哥 而费玉清从小就文静内向 但她嗓音 好的没话说 因此 她就向歌坛发展 成为一名职业歌手 根据自己的特点 三姐弟在各自的领域 发展得如火如荼 被很多人羡慕 后来父母也跟着沾光了 俗话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姐姐因为钱的事情 多次与两个亲弟弟闹出矛盾 甚至反目成仇 但好在现在兵事前嫌 姐弟感情宠归温暖 遇见自己喜欢的男人 安景千惠也特别珍惜 原来安景千惠是 日本大户人家的女儿小公主一美 而且还是独生女 然而感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费玉清决定上门求婚表示尊重 但是这对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侣 万万没想到 两人想结婚 谈何容易 跨国恋太难了 而且日本诸多风俗习惯 也是让费玉清很难接受的 随之第一天晚上就遭遇了残酷考验 1981年费玉清去日本女友安景千惠在过夜 她说脱下衣服 我们全家都应该和你一起起个掌 别害羞 这是日本独特的习俗 只有这样你才能融入到这个家庭中 费玉清央求能选择另一种方式吗 女友沉思了一会儿说 有 但只能这一次下不为例 然后女友说了另一个办法 费玉清尴尬地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女朋友说 今天你第一次来我家为了表示尊重 你必须和我家人一起洗澡 只有洗澡水能接触到每个人的皮肤 这样彼此就不会疏远 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费玉清一听 头都大了 你父亲那张严肃的脸 我看着都害怕 还要我和他一起洗澡 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她女友解释说 每个人身上的浴袍 头上戴着浴帽 浴缸很大 你不用挨着他 但不管女友怎么说 费玉清就是过不了思想这关 一是怕准月丈 二是怕准月母 最后 女友说 你先洗 我们后洗 注意你的洗脚水不要倒掉 留着我们再用 这也算是肌腹相亲了 费玉清说 这也太不尊重你的家人了 女友说 一起泡倒你又害羞 只能这样 不要磨叽了 我家还在等你洗澡呢 没办法 费玉清赶紧洗了个溜水澡 肥皂也不敢用 怕弄脏了水 洗完后 她把浴缸上下剪成了一遍 把掉下的头发都捞了起来 然后让女朋友叫父母进来 女朋友的父母都是素质有修养的人 虽然对费玉清的职业不满意 但也很尊重她 费玉清以为 女友的父母会同意自己和女友结婚 但过了几天后 为女的父母提出了几个条件 让费玉清当时就崩溃了 父亲说 你可以娶我女儿 但你必须做到三件事 一 改国籍来日本 二 退出娱乐圈 继承我的产业 三 以后生的孩子跟我姓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不能让她远嫁 费玉清一听 无比愤怒 她说 我是娶媳妇 不是倒茶门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女友听了 痛哭流涕 她恳求父亲 女儿大了 终于找到了心爱的人 你一定帮帮我 让我嫁给她吧 父亲怒斥 为了你的爱 你不要生养你的父母了吗 真是不像 一边是父母 一边是生爱者的人 她好难 虽然安景千惠 也试图劝说父母 但他们仍然无法改变主意 就这样 两人不得不分手 一对苦命的鸳鸯 就此各奔东西了 与费青分手后 安景千惠 从来没有忘记国费青 但她无法改变事实 然后她在家人的介绍下 遇到了一个日本男人 最终结婚了 婚后 安景千惠退出了娱乐圈 像大多数日本女性一样 选择回归家庭 费青的第一段感情婚姻 就这么黄了 多年前与日本 安景千惠的这段难忘的爱情 让费青看透了婚姻 到目前为止 她已经66岁了 一直未婚 单身一人 只有一条狗陪着她 其实 安景千惠作为一名演员 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只是她与费青的这段恋情 让许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虽然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 但他们的友情却越来越深 这种感觉已经超越了爱情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最大愿望就是彼此能过上越来越好 如此 纯洁神圣的男女关系 真的是令人惊叹 或许有人会说 费青 风脉会像其他人一样 在某个特殊的时期 会再以歌手或者其他身份 出现在公众面前 似乎费青早就知道 有人会这么想 她说 我会退到彻彻底底 像路人甲和路人影一样 以后不管媒体怎么呼唤 我都不会再出现 对于费青 风脉行为 不仅有很多粉丝表示难以接受 而且很多艺人 同样对她抱着 在此歌唱的喜剂 林俊杰说 我会偷偷希望 还是会有机会听你唱歌 朱杰伦说 虽然不舍 但还是要祝福小哥 当你想唱歌的时候 我随时恭候 费青出道47年 给歌迷留下了很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她也是很多歌手的领路人 比如她是张学友 出道时候的评委 她是金钟最佳男歌手 也是巫妖王段子手 在感情方面 费青曾与日本女孩 安景千惠定过婚 随后因女方要求费青 退出歌坛 并入赘女方而终结 这之后费青立下 终身不娶的誓言 随即后来 江慧曾表示对小哥的爱慕 但是都被她委婉拒绝 如今 依旧 截然一身 费玉清 1955年出生在台北 祖籍安徽 原名张燕婷 其实总感觉这个名字 有点女性化 费青的家庭并不富裕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她是家中的老妖 姐姐叫张燕琼 后来成为宏集一时的女星 也是费玉清歌坛领路人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彻底放飞自我 出家当了尼姑 哥哥叫张燕明 后来有个艺名叫张飞 她是一位综艺咖 曾与费青共同主持龙兄虎弟 或许费青的段子 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就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